好 下面是第七节了 身上腺素能受体的机动剂 它有好多种叫法 你可以叫它你身上腺素药 或者说你交感案 顾名思义 这类药物的作用把脸在哪呢 找一下它的定位 这个为止对吧 像去甲身上腺素一样而起效 像去甲身上腺素一样 能激动阿拉伯受体 或激动β受体 所以本节药物 相当于人为的用药物 启动了甲板神经 启动了我们机体的应急反应 所以该节药物一般不用 用了都不一般 因为它是启动交感神经的 OK 一般都是抢救用药 也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组药物 都是在激动这些受体 当然不同的药物 对不同的受体 有选择性的激动 来我们熟悉一下 对了 为了突出它的这个 这组药物的特征 我用鲜红色的字体 加以强调 都属于抢救用药 先来看 第一组药物是非选择性的 Alpha和Beta受体的激动剂 顾名思义 既可激动Alpha受体 又可激动Beta受体 这类药物最经典的 是您非常熟悉 却可能没有亲自用过的肾上腺素 没有亲自给患者用过的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的小名叫啥呀 江湖人称 复身 对啊 除了肾上腺素之外 还有多巴恩啊 麻黄紧 下一组 下一组是选择性的激动Alpha受体 也就是说 只对Alpha受体有激动作用 此类药物又可以再分 比如说 既能激动Alpha1 又能激动Alpha2的 去甲肾上腺素 我们主要需要大家掌握去甲肾 还有两个 只激动Alpha1的去养肾 和只激动Alpha2的 什么什么作灵 代表要 枪甲作灵 耐甲作灵 不乐不乐 一堆作灵 第三类 是选择性的激动Beta受体的 只对Beta受体有激动作用的 其中 既能激动Beta1 又能激动Beta2 我们叫它非选择性Beta受体激动机 代表要一笔 而只激动Beta1受体的 多巴分定N 只激动Beta2受体的是 沙丁N纯 这类药物或许大家 大部分都非常之熟悉 对不对 我给上颜色的这三位 肾上腺素 确假肾上腺素 和一笔肾上腺素 是老药 经典药物 好 所有这类药物 它的药效 与这种状态 就是一级反应 是相同的 OK 具有 同一性 也就是一致性 好 这就是Alpha受体 被我们内原性的取牙 身上腺素激动式是这样 而我们药物 属于外原性的 Alpha和Beta受体的激动机 所以下面的内容就好学得多了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药物 第一组药物是AlphaBeta受体的激动机 爱着看 先来看 复肾 也就是肾上腺素 然后是多弯 最后是麻黄减 来看肾上腺素 英文简称AD 它 我们对它 怎么说呢 既熟悉 又陌生 最好不要跟它接触 因为一旦接触肾上腺素 那就意味着 微肿急症 紧急状态 我们来介绍一下肾上腺素 它的一个体内过程 因为这很重要 可以单独出体的 肾上腺素这种药物 口服 无效 根本不吸收 肌注 特点是起效快 但作用时间短暂 所以临床上常用的是皮下注射 皮下注射吸收慢 作用持久 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用药目的 比如说你要是用于 比如说用于心跳就停了 急性的 过敏心修课 我们肯定是怎么起效快 就怎么给药 最好血管内给药起效是更快的 应该说是最快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口服为什么无效 那这儿就可以出题 为什么肾上腺素 口服无效啊 因为它能激动 消化到黏膜 血管上的 α1受体 还记得吗 皮肤黏膜内脏上 或者说 给皮肤黏膜内脏供血的 血管上 α1受体的密度最高 因此 消化到黏膜 比如说胃肠道的血管 会收缩 就是口服 肾上腺素的话 肾上腺素会让整个 胃肠道的血管 啪就缩上了 你想血管都收缩了 要如何吸收入血啊 所以吸收的很少 就吸收的本来就已经小了 就这一点 还要经过肝脏的手关消除 所以口服无效 那么积住 积住吸收很快 为什么积住吸收快啊 大家还记得吗 骨骼肌的血管上 有β2受体 还记得吗 我们打架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 吟战逃跑的时候 骨骼肌的供血是增多的 也就是胶感神经会增加 骨骼肌的供血供养 那就是因为骨骼肌的血管上 长β2受体 将肾上腺素 积住之后 就近激动骨骼肌血管的β2受体 于是骨骼肌血管疏张 血管疏张了 那么药物入血就会更快 也就是吸收快 明白了 这就是为什么它起效快 很快就吸收入血 所以维持时间短暂 我们再来看一下皮下吸收 我们把肾上腺素注射到皮下 我们知道 皮肤的血管上 长的受体 也是α受体啊 所以它会让皮下小血管收缩 因为皮下血管收缩了 所以吸收的又少又慢 这样可以延长它的作用时间 好吧 那就是 这就是肾上腺素 它的体内过程 这决定了 就是肾上腺素的体内过程 它的吸收途径 也是与它的作用机制 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儿 可以以这种形式去考察 肾上腺素的作用机制 要效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大名鼎鼎的肾上腺素 也就是护肾 它的药力作用 临床应用后不良反应 因为内容太多 找不下 所以我直接做成了图片 我们一起来看 我希望大家记住的是 虽然肾上腺素对β1 β2和α都有机动作用 但是它最为强大的 是对心脏上β1受体的机动作用 U体强大 可以说成是最强 所有药物中最强的 强大的β1受体机动作用 对心脏有强大的兴奋效应 表现为心率加快 传导加快 收缩力增强 耗氧量增加 心脏的输出量增加 心脏输出量增加 将使得收缩压升高 注意啊各位 SBP是收缩压的意思 收缩压升高 也就是老百姓讲的高压升高 OK 因为心输出的血量 主要影响收缩压 也就是主要影响高压 因为心输出量多了 所以收缩压升高明显 SBP BP是血压 SBP是高压升高非常明显 心脏耗氧量 当然同时应该增加 这么一个强大的心脏 兴奋的药理作用 产生的临床应用 当然是抢救 心跳 骤停 注意啊各位 这类药物是救命不治病 重复一遍 只用于救命 不能用于治病的 平时我们可惹不起它 在心脏惹不起它 它会让心脏哭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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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彻底的就累死了心理市场了 OK 所以只是心脏骤停的时候 心脏不跳了 我们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时候 才敢用它 我这样说 大家能理解吗 最用于抢救心跳骤停 比如说电击 溺水 药中毒 麻醉意外 等等引起的心跳骤停 就是心脏本身没有特别严重的气质性问题 用它最合适 可以抢救心跳骤停 可以让心脏腹跳 OK 一旦心跳骤停 要么电击 对吧 要么就是身上线索了 这是它的临床应用 那么当然 它的不良反应 也是强大的心脏兴奋作用而产生的 比如说心脊 加重心脊缺血 导致严重的致死性的心理失常 要知道 肾上线索可以导致恶性的致死性的心理失常 所以一般可不敢用 所以说它是救命 不治病 比如说患者心衰了 心脏心脊死得不剩几颗了 心脊收缩没劲了 我能不能用肾上线索去强行啊 绝不可以 它会让心脏呼动呼动呼动 然后死掉了 听起来 你明白吗 好的 这是我们说的 它对心脏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 β2 大家还记得β2 长在哪些效应器上吗 还记不记得 胶感神经兴奋时 表现为舒张的平滑机上 都长的是β2受体 对 所以肾上线素激动β2 可以让这些管平滑机舒张 这一点可以使它 去控制哮喘的急性发作 当然一般的哮喘 我们不敢用它 除非一般的药物都无效了 用它试试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它有这个作用啊 控制哮喘的重症的急性的发作 因为它劲儿大 而且它也可以抑制防水的身上 还有让骨骼肌血管舒张 灌脉舒张 注意了各位啊 它可以让骨骼肌血管舒张 灌脉怎么样 舒张 这儿的血管是扩张的 OK 注意 身上线素是让有的血管扩 有的血管缩 哪儿的血管缩 看这儿 身上线素还能激动什么受体 阿拉夫受体 而我们知道 阿拉夫受体长在 皮肤黏膜内脏的小血管上 所以 看 这儿的血管怎么样 是缩 所以 你看一下 身上线素对血管的作用 是让有的地方血管扩 有的地方血管缩 就是真的相当 用我们胶感神经兴奋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胶感神经兴奋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血液的重新分配 没用的血管缩 皮肤黏膜内脏的血管缩 有用的血管阔 脑血管阔 冠状动脉阔 骨骼肌血管阔 对不对 俨然是一样的 那么注意了各位 有的血管阔 有的血管缩 到最后 它对血压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 身上线素 它的阔血管作用 和缩血管作用 相互抵消了 所以对血管的作用不明显 OK 尤其表现出来的是 对心脏的优势 总的来说 小剂量的身上线素 还可以让疏张压下降呢 因为那个时候 扩血管的作用 让骨骼肌 疏张的这样的一个 扩血管作用 更占优势 大家看啊 收缩压升高 收缩压升高 疏张压却什么 下降 大家看啊 高压升高 低压下降 结局呢 脉压差加大 特别大剂量的时候 就以缩血管作用为主了 那个时候 舒张压也可以升高 整体表现来 为血压的升高 大剂量的时候 就是升压了 会让血压升高了 OK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 就这一点 将生成一个难点 就是身上线素 升压作用的翻转 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讲 好不好 先把这儿拎清楚 当然阿拉伯受体被激动 还可以让血压升高 那么 肾上线素 激动阿拉伯受体 让皮肤内膜小血管 收缩的 这样的一个药效 产生的临床应用 是什么呢 就可以将肾上线素 与橘麻药配五 这样的话 比如说利多卡因里 加一点肾上线素 打在局部 那么 肾上线素可以让局部 小血管收缩 于是延缓 橘麻药的吸收速度 延长橘麻药的作用时间 橘麻药 橘麻药 它就是在局部起作用的 它如果吸收入血 进到循环里 那它就不但没有药效 反而产生不良反应了 对不对 那么我身上线素 把局部小血管一缩 就会让橘麻药的 吸收变慢一点 临床上经常这么用啊 尤其是这几年来 微诊心比较火 微诊心比如说打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玻尿酸 对啊 打玻尿酸的话 最怕的就是打到血管里 它会导致血管酸塞 那有些人就会 在橘麻药里面 加一点肾上线素 让小血管 啪的缩上 小血管缩得很细很细 你这针呢 就不容易进去 就不容易把这个 玻尿酸吧 打到血管里去 临床上是广泛应用的 与橘麻药配五 另外 当然也可以用于 局部止血 举个例子 比如说鼻出血了 鼻出血了 除了压迫止血之外 如果止不住 我们可以拿一个棉球 蘸一点 稀释后的肾上线素 一定要稀释啊 稀释一下 然后把那棉球呢 塞在出血点 塞在鼻腔里 那 肾上线素就可以让 正在出血的小血管 收缩 这样就可以止血 明白的意思了 局部止血 所以 比如说 在做一些局部小手术的时候 橘麻药里面 加一点肾上线素 局部小血管一收缩 还可以减少出血量哦 好 那么它 使皮肤黏膜内脏血管收缩 这样的一个 药里作用作为 不良反应出现的话 会使血压升高 血压过高 会导致脑出血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了啊 身上线素这种药 虽然是对 β1 β2 和α 都有激动作用 但是它 绝佳的 一个优势 是对心脏 β1受体的激动作用 而对血管 有的血管 酷 有的血管 缩 整体 向抵消 小剂量的时候 脉压差会加大 大剂量的时候 血压会进一步的升高 这就是身上线素 最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好 然后往下 我们把它滚下去啊 好 推上去 它有一个β3 就非常简单 看β3这里呢 就只是 它还可以促使脂肪分解 血液中 优利脂肪酸含量升高 有这么一个作用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运动可以减肥 就是这样吗 那么 综合身上线素 以上的 药力作用 它是被 首选用于 抢救各种各样的 过敏性休克 过敏性休克 首选 这一点 所以在身上线素 有几个首选 过敏性休克 首选 心跳 周停 首选 OK 这几个首选 必须记住 那为什么 过敏性休克 会首选 肾上线素呢 等一下 下一张混沌篇 我做一个专题讲解 这可以独立出题 好吧 但肾上线素 它就是一个 你怎么说呢 兴奋剂 对 它就是一个兴奋剂 所以 已经有高血压的 已经有动脉中央硬化的 已经有 关心病的 已经心力衰竭的 再兴奋 心脏就彻底累死了 OK 已经有假抗的 这些 你还敢让这样的人 再兴奋吗 不敢 一兴奋脑袖 啪破了 对不对 等等 都是禁忌症 OK 是肾上线素的禁忌症 好 过 好 搞定了肾上线素 主要的知识结构之后 我们再点缀 两个重要的知识点 也是题目的面体点 第一个 先来看一下 肾上线素 为什么可以首选 用于过敏性休克呢 它的原因有哪些呢 有以下四点 为了帮助大家好理解 我用了因为所以 这样的句式 大家对过敏性休克了解吗 嗯 清明素过敏 进行过吗 知道清明素过敏 最可怕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后头水种 什么叫后头水种啊 如果你对后头水种不了解的话 至少你对鼻黏膜水种是有感觉的吧 怎么了 鼻塞了 鼻子不通气 那就是因为鼻黏膜水种了 把鼻子给堵了 猴头一水种 顾名思义 就把这给堵了 猴头给堵了 猴头一堵 后果是窒息 对啊 此时如果没有紧急抢救措施的话 一会就憋死了 而水种的原因 就是猴头黏膜小血管扩张 小血管通透性加大 这是过敏引起的 过敏性炎症反应 而身上腺素呢 搞得定 身上腺素能激动 LF1受体还记得吗 而猴头黏膜的小血管上 就是长LF1受体啊 所以身上腺素通过激动LF1受体 可以使小松脉 毛血血管都收缩 这一收缩 好 血管就没那么扩张 就通透性降低 同时可以减少延长性的渗出 从而消除猴头水种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知道过敏性休克 过敏性休克 休克就是 最基本的临床特征 就是低血压呀 对不对 而身上腺素 因为能激动心脏上BF1 强心 强心就可以增加输出量 升高血压 它可以抗休克 第三 第三就是 过敏发生的时候 气管 啪的就缩上了 这气管 收缩 导致的后果 一样是窒息 大家说是不是啊 气管 口径缩窄了 会导致通气量 减少 缺氧 而气管的平滑机上 涨BF2受体 还记得吗 我们的身上腺素 恰恰正好也能激动 BF2受体 可以解除 这气管平滑机的精卵 从而 改善通气功能 防止患者缺氧 以上的前三点 都属于治标 或者说对症 缓解过敏性休克 带来的这一系列的 致死性的症状 身上腺素 不但可以治标对症 而且还可以治本 对啊 还可以缓解过敏 也就是针对性的 去抑制过敏戒指的释放 阻断过敏反应的 整个的反应链条 也就是抑制过敏反应的发生 这可就是治本了 所以既治标又治本 既对症又治阴 OK 所以受伤腺素 首选用于过敏吸休克 这么说吧 过敏性休克 在对他的治疗当中 充分的使用了 身上腺素的 所有作用机制 嗯 好 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算是过了啊 可以出题啊 我可以考你 这个身上腺素 为什么可以缓解 猴头水肿 是因为激动了什么受体 咋 激动了 黏膜小血管上的 阿拉夫基手体 好 接下来 便是身上腺素 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 嗯 叫药效应了 就是所谓 伸压作用的 翻转 我们来解释一下 看这个名词啊 也就是身上腺素 本来是伸压的 本来是伸压的 对啊 但是 如果给身上腺素的 同时给另外一种药物 那么它不但不是伸压 反而变成了什么 降压 这就是所谓 身上腺素 伸压作用的翻转 那么你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它的伸压作用 会被翻转 第二 谁能翻转 身上腺素的伸压作用 我们先来解释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身上腺素的伸压作用 会被翻转 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 之前已经提过的 身上腺素对 血管的作用 还记得吗 我们的血管 皮肤黏膜和内脏的血管上 长 阿拉夫手体 骨骼肌的血管上 长 维塔尔手体 那么身上腺素 既激动 维塔尔 又激动 维塔尔 所以让这儿的血管缩 这儿的血管 扩 既有 缩血管的 伸压要效 又有 扩血管的 降压要效 单独给予 肾上腺素的时候 它对血管的 缩和扩 这两大作用 基本上 互相抵消 就像这个天片一样 我只说 它对血管的作用 没有提 它对心脏的作用 好吧 没有提 它毕竟还有强心作用 强心也可以生压 OK 好 这是单独使用身上腺素时 血管的表现 天平的两端 平衡 好 下面 在给身上腺素的基础上 又加给了一种药 联合使用另外一种药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后果 联合使用的药是什么呢 就是 阿拉夫一受体阻断药 对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发生了什么 No 阿拉夫一受体阻断剂 阿拉夫一受体阻断剂 顾名思义 它会抵消 世上腺素 对阿拉夫一受体的 激动作用 就是它缩血管的作用 被阿拉夫一受体阻断剂 给消除了 也就是说 世上腺素 不能让皮肤 黏膜内脏的血管收缩了 这儿的血管 不能缩了 但是 这儿的血管还能扩 此时 它扩血管的优势 就表现出来了 而血管扩张会表现为 血压下降 所以 这就是它所谓 生压作用的反转 本来是生压的 因为我们刚刚天平所演示的 只是它对血管的作用 肾上腺素 还有对心脏的作用 整体是生压 但是加上 阿拉夫一受体阻断剂的话 血压不但不升 反而会降 因为 缩血管的作用 没有了 只表现出 扩血管的作用来了 能明白吗 那么谁能 翻转肾上腺素的 生压作用呢 答案出来了 阿拉夫一受体阻断剂 代表药 粉朵拉鸣 还有它 绿比钦 东边铃 对吧 抗精神是场药 又叫止吐铃 就是它 它可以导致 致死性的低血压 所以肾上腺素 能不能跟 阿拉夫一受体阻断剂 联合使用啊 绝对不可以 代表药的药名 让记住 等一会儿 我们就会讲到 粉朵拉鸣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结论 也就是说 临床上 当我们遇到那些 阿拉夫一受体阻断剂 引起的 致死性的低血压的时候 如果我们需要生压 绝对此时 不可以用肾上腺素 因为那个时候 肾上腺素 只能让血压 更加 更加 对啊 那怎么办呢 既然是 阿拉夫一受体阻断剂中毒了 比如说 绿比钦中毒了 那么当然应该用 阿拉夫一受体 激动剂去解救啊 针对性的激动 阿拉夫一受体 而对 北塔尔受体 无作用的是谁呢 是去假身 这儿我送单一句话 以不变应万变 四两拨千斤 那就是 所有药物中毒 引起的低血压 一律给予去假身上腺素 而不要给予身上腺素 因为身上腺素 它本来的优势 就不是身压 它的优势就是强心 而去假肾 恰恰相反 去假肾 绝对的优势 就是身压 等一会儿 我们会讲到 去假身上腺素的 OK 注意一下啊 好了 这样身上腺素 我们就给它讲完了 顺口都收尾 看一下身上腺素 阿拉夫受体 就阿拉夫博塔 兴奋药 肾上腺素 是代表 血管收缩 血压身 对 整体缩血管作用为主 但有的血管会被扩 这是身上腺素 菊麻用它 盐时间 菊不止血 效明显 过敏休克 当首选 心脏兴奋 气管阔 哮喘持续 它能缓 也就是 一般药无效的 哮喘持续状态 我们可以 考虑使用身上腺素 但说实话 从临床的角度来讲 慎重 因为严重的哮喘 大家想啊 缺氧缺的厉害 你再给身上腺素 一强心 本来心脏就缺氧了 你再上的一使劲 你能导致 致死心的心理失常 一般临床上 我们都是 先气管插管 插上管之后呢 可以考虑 才敢用身上腺素 精跳 骤停 用三连 三连就是身上腺 去夹身和 一笔身 应用注意心血管 另外 当阿勒夫受体被阻断 身压作用能反转 也就是说 有阿勒夫受体 有阿勒夫受体 这个阻断剂存在的时候 天万不要给身上腺素 因为身上腺素 它的伸压作用 反而会变成 降压作用 血压会更强 本来阿勒夫受体阻断剂 就是降压的 就是阻血管降压的 给上身上腺素 血压会更强 因为身上腺素 对阿勒夫受体的激动作用 表现不出来 但是对肥胎而受体的激动作用 也就是对骨骼肌 等等血管的舒张作用 却会表现出来 你看吧 对加重血管的 护肠血压的下降 好 搞定 走几道题目 其实身上腺素的题目 是很好做的 但怕的是出那些续节的难题 先来看第一题 问的是 治疗清明素引起的 过敏性休克 不管什么 只要是过敏性休克 永远首选的 都是身上腺素 但是 如果是过敏引起的 蕁麻疹呢 用不用身上腺素 那可不能用身上腺素了 皮肤黏膜过敏症 蕁麻疹啊什么的 我们只需要给点 抗阻碍氧 比如说绿本难敏 也就是宽敏那一类 宽海拉敏那一类 所以不同的休克 用不同的药哦 搞清楚了 下面 不就是心跳 心脏停泊了吗 心脏不跳了 不跳了 能让它复绿的 就重新跳起来的 也就是它 它最给力 三十一 救命的 死马当成活马一的 生上腺素 好 生上腺素搞定了 接下来 我们再看这位 多斑 多斑的英文简称是D 或者是DA D 多 D 多 还蛮好记得吧 多斑这个药呢 也是口服无效 需要静脉给药 就是血管内给药 起效快 五分钟即可起效 但半衰期只有两分钟 持续五到六分钟 所以 所以需要持续静脉低主 方能维持药效 注意啊 多斑只对外周是有效的 它过不了血脑屏障 所以外周给予多斑 它进不到脑子里去 没有什么明显的中枢作用 所以帕金森的时候 我们不能给多斑 而是应该给左旋多斑 左旋多斑才能 穿过血脑屏障 进到中枢 然后再脱掉缩机 而变成多斑 补充脑内多斑地址的固执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给多斑的话 它主要是对心血管的作用 来看一下 多斑 它的作用机制 很有意思 多斑对受体的选择性 与剂量相关 这是它的特征 我们临床常用的是它的中小剂量 换句话讲 多斑的治疗作用 必须是中小剂量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 小剂量的多斑 可以激动多斑受体 地受体就是多斑受体 什么第一第二的 大家可以不那么过于纠结 激动多斑受体 可以让血管扩张 对 有的人说老师你没讲过这个多斑受体 我就现在讲了 长多斑受体的地方 只要多斑受体被激动 血管就舒张 同时中等剂量的多斑还能激动心脏上的β1 从而兴奋心脏 那么产生的药力作用 看哪的血管上有多斑受体 最起码你把它裹记住 肾 对 肾的血管上长有多斑受体 当肾血管上的多斑受体被激动 表现为肾血管 扩张 这就是多斑的绝招 绝对优势 它这个 屹立于抢救用药的江湖中屹立不倒 看家本里就是对肾血管的扩张作用 对啊 它扩张肾血管就可以增加肾血流量 就可以防止肾功能衰减 所以各种各样的修克都用多斑 因为它你看它还能兴奋心脏 增加心脏输出量 第一让心脏多射出点的血 让心脏多往肾管里射点血 同时又让这个血 刷刷的流经肾脏 对不对 所以可以防止肾衰 你知道修克的最终结局就会导致肾衰的 总之 各种各样的修克 只要是修克 都可以用多斑 尤其是伴有心衰和身衰的修克 就更好用了 明白这意思了 对你看它可以让灌脉树脏 这对心脏也是非常宝贵的作用 灌脉树脏可以增加心脏供养量 而且它还可以直接沥尿 说白了它就是让血液刷刷的流经肾 然后再让尿液刷刷的流出去 相当于对整个肾脏有一个冲刷的作用 对啊 它会使尿量增加的 所以它有个外号叫尿多 对 尿多是它的外号啊 尿多 就像P多是马丁零的外号一样 尿多的外号是多斑的外号 多斑尿多吗 好 那来看一下它对血压的影响 这两样的话 因为它增加心脏输出量 所以主要是 收缩压升高 看啊 收缩压升高明显 所以卖压差会加大 外周阻力变好不大 肾血流量增加 这是对血管的影响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哦对 也是因为它对心脏β1受体的激动作用 所以 有可能会带来 行动过速啊 心理失常啊 这些不良反应 不过比身上腺素 要弱得多了 为什么不用大剂量 看 我来解释一下 当大剂量给多巴胺的时候 它就不是激动多巴胺受体了 它开始激动 阿拉伯受体 各位 我们大家都知道 阿拉伯受体被激动 血管不是阔 反而是缩 看 小剂量 激动多巴胺受体 可以让血管阔 大剂量 激动阿拉伯受体 却可以让血管缩 它不但能直接激动 阿拉伯受体 而且可以促进 去角生上腺素的释放 让去角生上腺素 去激动阿拉伯受体 总的来说 大剂量给多巴胺的时候 表现为血管收缩 尤其是肾血管收缩 换句话讲 中小剂量 扩张肾血管 大剂量 收缩肾血管 中小剂量 增加肾血流量 治疗肾衰 这个字 那么大剂量的话 看一下 它变成导致肾衰 减少肾血流量 导致肾衰 是这个字 搞清楚了吗 导致肾衰 肾高血压 所以已经有肾衰的 高血压的肾用 另外 因为它毕竟收缩 大剂量的时候 收缩血管 所以会导致 手脚发了 甚至于指端坏肌 因为就远端去血坏死 这就是多斑 其实多斑 我们知道 它跟多斑 是合成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的 前提物质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多斑是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的 前辈 老祖宗 这三者 我们统称之为 儿差分案类 对不对 总之吧 我再把要点 给大家拎出来 看 中小剂量的多斑 扩张肾血管 治疗肾衰 而大剂量的多斑 收缩肾血管 导致肾衰 没问题吧 撤 下面看题 这道题就问了 急性肾衰了 哪个药 与力尿性合用 可以增加尿量 尿多呀 有斑啊 当然 一眼出 听不懂给出的这些药 只有它 在中小剂量时 可以扩肾血管 只有它 其他都不可以 其他的 比如说 它对肾血管的影响 它和它 不但不可以 扩肾血管 还会缩肾血管 减少肾血流量 下面再看 又来了 不就是 休克吗 不就是休克吗 问你用什么药去抢救 而且题目告诉你 叫 血容量已补足 换句话讲 不用输血了 血容量是够的 不是输血去休克 而且题目告诉你看 心肌收缩力弱 尿量少 也就是心弱 渗弱 是不是 那么你告诉我哪个药 既能强心 又能强肾 谁 又是它 多巴胺 因为多巴胺 既激动心脏上β1 又激动肾血管上的 多巴胺受体 这道题又更简单了 多巴胺舒张肾血管的机制 是通过兴奋 哪一个受体而实现的 就是多巴胺自己的受体 第一受体 答案A 大尽量会刺激它 再一刀 好 OK 完成了 那么 接下来 阿拉伯和β1的受体的 激动性 还有一位 这位呢 是麻黄姐 分麻美敏 里面的麻 指的就是麻黄 混为麻黄 听康泰克的成色 我们知道红汤 康泰克 必须是管制药品 就是因为里面 含有这个麻黄姐 麻黄姐我们知道 属于抑制度化学品 是吧 那么它的药效呢 其实还是 既激动 阿拉伯受体 也能激动 β受体 阿拉伯和β受体的激动剂 它的特点 跟前面两位不一样 前面两个是不是 必须注射给药啊 而麻黄姐 扣服有效 作用 虽然弱 比我们刚刚讲的 身上歇素 和多班 这两位 这个老前辈 这个麻黄姐 相对缓和 而持久 而且它有一个绝招 中枢性分作用 也就是知心快 对 容易产生 怎么说呢 依赖性 精神依赖性 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 如果连续用药的话 可以产生快速耐受性 也就是 很短时间 药效就会减弱 停药之后 药效就可以 过一段时间 药效就可以恢复 这就是所谓的 快速耐受性 那么麻黄姐 这些作用特点 整合起来 就特别适用于 对抗 感冒 对 引起的一些个症状 比如说 我们来捋一捋 捋一捋 捋一捋就清楚了 看 麻黄姐对 阿拉法受体 比如说 鼻黏膜血管上的 阿拉法受体 既有直接激动作用 直接激动 鼻黏膜血管上的 阿拉法受体 让鼻黏膜血管收缩 又能通过促进 去角身上腺素的释放 来让鼻黏膜血管收缩 那么 它让皮肤黏膜血管收缩的 这样的一个药理作用 它的临床应用 就可以在临床上 被广泛用用于比赛 对 比赛 它作为抗感冒药的 一个辅方的 其中一个组分 就主要的 它的使命 就是对抗比赛的 另外的话呢 像蕁麻疹 比如说过敏引起的蕁麻疹 以及过敏引起的 血管进行神经水肿 它也可以改善 它们的皮肤黏膜症状 这就是它缩血管 作用的临床应用 因为它弱嘛 它可不有效嘛 所以往这些 病上去用 最合适不过 另外 对心脏上的β1 也是有兴奋作用的哦 看一下 你有心脏兴奋 所以 因为它能兴奋心脏 这一点 有的时候会被用来去 麻醉前给药 预防 书中的低血压 但也恰恰是这一点 它会诱发 心脚痛和心梗 也就是它会加快心率 引起心迹 因为它会 你看缩血管 生血压 一点点 光缩 鼻黏膜血管 皮肤黏膜血管 轻微的缩一下 可以对症 但如果缩的厉害了 会升高血压的 所以已经有高血压的 尤其是已经血压非常高的 绝对 不要给它用这些 含麻黄碱的 药物 包括 关心病的 甲抗的 动脏中央硬化的 就不可以用了 另外 你看一下 我们知道感冒的时候 换鼻塞 感冒鼻塞了 会缺氧 感冒是不会张口呼吸 因为整个 上汇道都堵了 所以会缺氧 那 你看一下 麻黄碱 还可以因为激动 β2受起 而让知气管 平滑肌梳张 所以它还可以改善通气 特别轻度的一些 知气管哮喘 也有改善的作用 当然这不是我们 主要的临床应用 临床上用麻黄碱 就是用于 对抗感冒 引起的BCI啊 什么的 它也就往这儿用 意义比较大 或者说 往感冒的对症 治疗上是 利大于利 其他都是 利大于利 另外我们说过 它有中枢兴奋 知心快 对 会被有些人去滥用 滥用 所以它会导致 就是用麻黄碱的话 它会导致什么的 导致焦虑失眠 所以抗感冒的组方里面 还会加什么 加Permin Permin也可以对抗 皮肤年膜过敏症 BCI 流鼻涕 但同时呢 它对中枢是抑制的 麻黄碱碱对中枢是兴奋的 这样对中枢的作用 就会抵消 好 这是麻黄碱 好了 说完了 那么我们已经介绍完了的是 既能激动 Elephant 又能激动 北他的 药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